花绕月忙活了一上午 终于做了两桌海鲜大餐 哇 这味道也太香了 花青沉闻着这香味 感觉自己都快醉了 公玉皇也是盯着那一盘大熬蟹 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岂止是味道香 这分别是色香味俱全 这颜色一看就知道 绝对好吃 我们是不是可以吃了 就连平时口腹之欲一般的花丝鸾 这会儿都忍不住想尝尝这海鲜大餐的味道了 之前在大船上尝过的海鲜大餐 算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味道 别说他们了 就连三个小娃娃都一顺不顺地盯着桌上的海鲜大餐 想要流口水了 再等一等 我还叫了十一表哥和叶明周他们 花绕月刚说完 君白生就来了 这做的什么好吃的 味道这么香 君白生刚到外面 就已经闻到了这独特的香味了 十一表哥 花绕月见他过来连忙笑着道 你这时间算得刚刚好呀 花四鸾也笑着招呼他 十一块过来做 然而他做了海鲜大餐 海鲜大餐 君白生一脸狐疑 他可不觉得什么海鲜能做得这么香 海鲜不是一项都是腥臭的吗 君白生走过来 看到那一桌子颜色鲜亮的各色海鲜美食时 瞬间就呆住了 这都是用海鲜做的 花绕月不智可否地扬了扬眉 十一表哥觉得这海鲜大餐能卖银子吗 太能了 君白生盯着桌上的海鲜美食 眼睛都一不开了 光看着颜色和香味就已经够卖钱了 众人闻言都笑起来 正说着夜明周和那些海盗也都从客院过来了 大家闻到香味 也都忍不住口水直咽 什么味道这么香啊 这好像是海鲜的味道 胡说 海鲜哪有这种香味啊 夜明周嗅了嗅那香味 循着香味到了花绕月他们这一桌 这做的什么好吃的 味道这么香香 花丝鸾嫌弃地看他一眼 先坐下来 夜明周都是听话 直接坐下来 伸手就要去抓大熬蟹 却被花丝鸾给拍开 夜明周尾屈巴巴地瞪了眼花丝鸾 花绕月看着笑道 人都到齐了 大家吃吧 这海鲜就要趁热吃 一会儿凉了该心了 花绕月说着 又看向那些海盗 这另一桌是你们的 你们也坐下吃吧 海盗们呆呆地看着桌上的海鲜美食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些是我们带来的东西做的吗 一个海鲜呆呆地看着花绕月问道 花绕月斜斜扬眉 那不然呢 海盗们又是一呆 齐刷刷看向桌上那些海鲜美食 这些海鲜怎么跟我们做的不一样 岂止是不一样 是太不一样了 这做的菜 怎么跟画上的画一样好看 这海鲜还不会都是假的吧 是画上去的吧 别胡说 明明是真的 还冒着热气呢 海盗们说话的功夫 这边花绕月他们已经吃上了 刚刚尝上 这海鲜美味的君白生和叶明周 全都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这真是海鲜啊 叶明周 简直不敢相信 嘴里的这美妙滋味 是海鲜的味道 他们东摇靠海 虽然皇城离海 还挺远的 不过他们国公府 也偶尔会做海鲜吃 还有他时常进宫 也会蹭地玄陵的御膳 这些海鲜可都是吃过的 不过 却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海鲜 这味道简直了 回味无穷 君白生也是惊叹不已 正正地看着那一桌子的海鲜 我终于知道 你们要开海鲜酒楼了 这么好吃的海鲜 绝对赚钱啊 这么好吃的海鲜 要是搬到酒楼里 这满京都城的酒楼生意只怕 除了最先居 没人能比得上了 如果再能配上最先居的酒的话 那绝对天下无敌啊 花扰月见君 白生眸光精亮 便笑着提醒道 十一表哥 还是别再畅想了 还是快吃吧 再不吃君白生回神 看到桌上的海鲜大餐 已经消灭了一半 君白生瞬间急了 哇靠 你们吃得也太快了 留点给我啊 夜明周见大家吃得这么快 连话也不说 只埋头苦吃 这边海盗们 见他们像饿了几辈子一样 瞬间都面面相去 有个海盗想尝了一口海鲜炒饭 却是瞬间瞪大了眼睛 什么话也来不及说 立刻抱着那盆海鲜炒饭 就狂吃起来 一看那海盗这样 其他人也终于意识到什么 纷纷开始尝了起来 大家甚至都还没来得及坐下来 就直接站着 把那一桌海鲜大餐 给风卷残云地吃光了 隔吃得太急 有人打了隔 吃完大家 还都端着盆子 站在那里 好久都没有开口 这边花饶月 他们也吃完了 都是觉得意犹未尽 二姐 你的手艺真的太好了 这每一样都好好吃 花清晨有些可惜 自己怀孕了 有好几样海鲜都不能吃 花四卵也笑着道 虽然海鲜不是百分百的新鲜 不过饶儿的手艺 已经完全盖过了 这食材的一点点缺陷 真的非常好吃 如果酒楼的厨子 都有扰这样的手艺 我们的海鲜酒楼 肯定会大获成功的 君白生也立刻道 表妹 你之前说着海鲜酒楼 能带我一份 这话还算不算数 花饶月和花四卵 花清晨三姐妹 对视一眼都笑起来 那当然算数 表哥要参加随时都欢迎 君白生瞬间高兴了 这么好吃的海鲜 这海鲜酒楼以后的生意 肯定爆火呀 叶明周将他们的对话 听到里 顿时来了兴致 你们是要开海鲜酒楼吗 卖的是这样好吃的海鲜吗 带我一份呗 半份也行啊 花饶月笑道 我们这个是家族产业 如果是地玄陵 我们就带了 你不行 就这么被拒绝 叶明周顿时便伤心了 立刻又道 那你家 还有什么没出嫁的姐姐妹妹吗 公语皇一听这话 立刻搂着花清晨 宣誓主权式的 瞪着叶明周 没有 叶明周再次伤心了 没有就没有吗 这么凶蛋吗 这边海盗们 将他们的话听在耳里 立刻都放下盘子 擦了擦嘴 看向花饶月 多谢皇后娘娘的款贷 我们要回去了 花饶月扬眉 这么急 我们得回去 多抓点海鲜卖钱 皇后娘娘 我们肯定能赚大钱的吧 花饶月笑了 那当然了 得嘞 有您这句话 我们以后就不打劫 专打鱼了 海盗们齐齐朝花饶月拱了拱手 便一起转身离开了 花清晨看着花饶月的背影道 二姐 你这一顿海鲜 可拯救了全东海的船只呢 众人闻言都笑起来 这海鲜酒楼开的 的确是很有意义了 保有80%的海鲜 做出来的海鲜大餐 被大家一致认可之后 花饶月就正式开始 传授大厨们 做海鲜的手艺了 不得不说 花四鸾爪的大厨 都是经验极丰富的 在花饶月的青囊相授之后 他们很快就上手了 有的竟然都能创新了 在第二批海鲜送到之后 宫里再次吃上了海鲜大餐 不过这次是大厨们做的了 花清沉一尝 那铭鱼的味道 毛子瞬间便亮起来 称赞道 嗯 这手艺不错 花四鸾尝了大龙虾 也是不住点头 饶儿 你太厉害了 这才短短几日 你就把他们教得这么好了 花饶月笑了 这哪是我厉害 是他们学得好 都是有厨艺 有底子的 又聪明 哪有学不会的 说来还是大姐 找的人好 突然被夸赞 花四鸾也笑道 你手艺这么好 若是不找些聪明的 怎么配做你的徒弟啊 众人瞬间都笑起来 公宇皇吃着 味道极好的海鲜 忍不住道 我们大厨 有这么好的手艺 这海鲜酒楼 以后肯定客四云来啊 君白生则是想着 大厨们卖生气的事 大表姐这些厨子 可都签了卖生气了 当然 花四鸾不置可否地 扬了扬眉 都是我重金买的人 都是死气 他做事向来 是不喜欢拖泥带水 也不会给自己留 任何的后顾之忧 只有买下来的人 自己才能用得安心 花四鸾这已绝后患的做法 太合君白生的心意了 这下就妥了 以后开分店 这些人都能放心用了 花四鸾笑了 我也这么想 所以这次一下就多 买了一点 省得以后开分店 扰还得重新培养 那倒也不至于 把新人扔老店 培训就行了 君白生说着 便看向花扰月 我们现在就是这么干的 虽然他们铺子 没开几种 但是分铺 可是基本开遍整个难验了 开分铺的经验 他们可是很足的 花四鸾点了点头 又看向公宇皇 现在大厨到位了 这酒楼快好了吧 公宇皇抬眸道 早就好了 随时可以开业了 花扰月也道 我已经让蔚蓝义 每隔两天 就往这边送一批海鲜了 等他下一批海鲜到的时候 我们就能开业了 花清晨惊讶地看着花扰月 每隔两天 会不会太多了 花扰月神秘地笑了 等酒楼开业 你就知道 是多还是少了 众人闻言 瞬间便期待起来 三日后 三姐妹的海鲜酒楼 正式开业 三姐妹一起 带着面纱去捡了彩 拉了红筹 在一阵喜庆的鞭炮声中 花式海鲜酒楼 这几个大字 瞬间便录了出来 这边的动静 瞬间便吸引了路人的围观 花式海鲜酒楼 看着倒是挺新鲜啊 这上面 还有一只大熬蟹呢 这酒楼真是气派啊 这是换了新东家了 不过这海鲜酒楼 到底卖的是什么啊 别告诉我 这是专卖海鲜的酒楼 海鲜这么腥臭 这能好卖吗 我就没听过 谁家酒楼专卖海鲜 我看着酒楼也干不长 就在大家质疑 用海鲜做出来的东西 能不能吃的时候 酒楼里飘出一阵 奇异的香味 所有人瞬间 都被这香味吸引 什么味道 好香啊 这太香了 是从酒楼里传出来的 这不会就是 那什么海鲜的香味吧 这不可能 海鲜都是腥臭的 怎么可能这么香 就在所有人都在猜测 这酒楼里的是什么香味时 突然十多个小厮 每人端着一大盆 不同的海鲜出来了 一瞬间 那纵横交错 香气爆棚的海鲜香味 立刻飘散在 整条京都长街上 天哪 这也太香了吧 这煮的都是什么啊 好想尝一尝啊 看样子 好像真是海鲜啊 这玩意儿能吃吗 见所有人 都被他们的海鲜吸引 花扰月再次走到 酒楼那硕大的匾额之下 我是这家 花式海鲜酒楼的东家 大家刚才一问呢 我也听到了 现在我可以 很明确地告诉各位 这的确是一家 专做海鲜的酒楼 各种海鲜 我们酒楼基本都有 喜欢吃海鲜的朋友 或者想要尝尝海鲜的朋友 都可以来我们海鲜酒楼 享用大餐 花扰月刚说完 下面就有人起哄道 是海鲜大餐 这又腥又臭的东西 谁会想吃啊 花扰月也不生气 看了眼的人笑道 我们酒楼的海鲜 可不是又腥又臭的东西 大家可都闻到了 香得很呢 花扰月这话一出 大家纷纷跟着点头 的确是很香啊 这味道太香了 有点上头啊 这么香的香味 不会真是 那什么海鲜大餐的吧 那人听到大家都说香 不服气地哽着脖子道 谁知道 你煮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有本事 你让大家尝尝啊 好啊 花扰月完全不怕 她的激将法 还直接冲她 比了个请的手势 那就请这位贵客先来 尝尝我们的海鲜 所有人都齐刷刷 看向那个人 那人也是呆愣了下 顿时紧张地看着花扰月 你真要请我吃啊 我可没钱啊 自然是请你吃 免费 花扰月十分大方道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羡慕地 看向那个人 那个人听到免费 也终于没有后顾之优地上前 盯着那十几盆海鲜猛咽口水 这些我都可以吃吗 花扰月 不置可否地扬了扬眉 当然 每种 您都可以试吃一份 花扰月花音刚落 那十几个小丝 便拿出小碟子成了一小份 摆在那人面前 那人闻着那奇异的香味 忍不住拿了一份尝了尝 却是瞬间瞪大了眼睛 这味道所有人都在等着他的下 可是他却等不及说完话 就狼吞虎咽地将那一小份海鲜 给吃完了 大家面面相去都着急得很 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啊 是啊 这话说一半 真是急死人了 我觉得肯定是好吃 没看他吃得那么急吗 就在大家拿不准 这海鲜到底好不好吃的时候 那人已经拿起了第二份 第三份那人的速度很快 就好像很久没吃过饱饭似的 狼吞虎咽就将那十几份海鲜 都吃完了 吃完还直勾勾看着那大盆里的海鲜 我还能再吃吗 花扰月礼貌地冲他笑了笑 抱歉 所有的免费食吃都只能吃一份 那人瞬间便愣住了 又眼巴巴地看着那酒楼里面 那你们这儿的海鲜大餐贵吗 这问题一出 大家便又齐刷刷看向花扰月 花扰月没说话 看了眼旁边的小丝 旁边的小丝立刻便会议地贴上一张红纸 花扰月看着那张红纸道 这是我们海鲜酒楼的价目表 所有菜品都是明码标价 所有人都能看得到绝对的同所无期 那人连忙上前看了看价格 后面的人也都伸长脖子看着 极品凹蟹三两银子一只 还有那超级大龙虾的五十两 一只这价格好像有点贵吧 也还好吧 如今京都的酒楼那个便宜 而且这海鲜 这京都城还真没有卖的 不是也有便宜的菜吗 还有一两 二两的 还有几钱的 那也很贵啊 普通百姓怎么吃得起啊 听到他们说贵 花扰月笑眯眯道 因为这些海鲜都是 从东海那边运过来的 大家都知道 海鲜最重要的是保持鲜活 我们可是用了很大的人力物力 才把这些海鲜 从东海运过来 还最大程度的将其保鲜 这都是不容易做到的 还有我们大厨的手艺 那也都是从东摇过来的 最正宗的做海鲜的手艺 这价格可能贵了一点 不过绝对会让你们吃到 物超所值的海鲜 我吃 花扰月话音刚落 刚才试吃过的人便先举了手 他冲着花扰月产笑道 第一个进店吃饭的客人 能便宜一点吗 花扰月不置可否的扬眉 那我就做主 开业前三日的前十位客人 可以三折尝所有的菜品 还没等花扰月说完 那人便先跑进了酒楼 欢迎光临 贵宾一位 门口的门童 立刻便大声吆喝道 看到那人跑进去 人群里很快便有几个人 也都跟着跑进去 见前面有十个客人跑进去了 后面的客人们又开始犹豫了 花扰月看着他们笑道 所有人都可以过去免费是吃 一听这话 早就想尝的人 全都一拥而上 门口十多个小厨 不停给他们盛小碟子 都有些成不过来了 所有人尝到 那海鲜的味道时 都是一脸的惊艳 他们真的没怎么吃过海鲜 从没想到 原来海鲜这么好吃 这真的是难得的美味 看大家一脸陶醉 花扰月又开口了 今天的前一百位客人 可以享受半价 开业前三天 都是八折酬兵 没有享受到三折 和五折的客人 还能享受八折优惠 大家不要错过 一听还有优惠 刚刚尝过味道 正回味无穷的人 立刻纷纷跑了进去 就连那些在后面排队的 听到还能打半舌 连试吃都不要了 也都跑进去了 很快 之前还很空的酒楼 就挤满了人 楼上楼下 全部满座 不过 那些是吃过觉得味道好的人 都还不肯走 全都在排队等座呢 外面等座的 花扰月 让小四给发了号码牌 让大家有序排队 还有不断路过的路人 被香味吸引的 也都过来试吃 是吃完又排队等座 很快海鲜酒楼门口 就排起了长长的长龙 看着这火爆的场面 花四鸾和花青城 龚羽黄 他们纷纷朝花扰月 竖起大拇指了 牛 花扰月瞬间 便得意地笑起来 不就是开个酒楼 皇后她都当了 这还不是小菜一点 等于等于等于第744章 三胎等于等于 等于回皇宫的路上 大家全都对花扰月赞不绝口 我现在总算知道 你这些生意 为什么会这么火爆了 你真是太会做生意了 花四鸾 是由衷地佩服花扰月 生意她也做 而且做的也不少 不过还真没有能做到 想扰这些生意 火成这样的 花青城也忍不住夸赞道 二姐是真厉害 我是服了 她也没有二姐这么多的点子 而且每个点子都特别有用 我早就服了 君白生也笑着道 我早就被她这些手段 给折服了 从事金钱如粪土 变成事财如命了 哈哈哈哈 众人瞬间都笑起来 龚羽黄也是乐得不行 开业第一天生意就这么好 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 开分店了 确实可以开分店 这海鲜酒楼的生意 太好做了 君白生也赞同得很 主要是海鲜这一块的 市场太空白了 整个这片天旋大陆 就没人做这个生意 如果开分店 可以开到西苗去 西苗也没有卖海鲜的酒楼 龚羽黄都已经想好了 东窑也能开 花四鸾也到 虽然东窑靠海 不过的确没有什么海鲜酒楼 而且她对饶儿的手艺有信心 比宫里的御厨 做得还要好吃 老百姓哪能不喜欢吃呢 花扰月见 他们都这么兴致勃勃 忍不住笑道 你们想开分店 那就开呗 东窑的部分交给大姐 西苗的部分交给龚羽黄 南燕的部分就交给十一表哥了 我就负责训练厨子 君白生文言立刻笑道 你就负责鼠银子就好 训练厨子的事 就交给你的徒弟们就好了 这个好 听到鼠银子 花扰月的毛子瞬间就亮起来了 大家看到 他财迷的样子 忍不住笑起来 几人有说有笑的 回到童心殿 便看到君默染一个人 带着三个孩子在玩耍 小灵雪一如既往的得宠 占据了君默染怀里的位置 小寒星在地上 应该是在练走路 小木瑶在小推车里 正巴着 车眼往外看着 看到这美好的画面 花扰月忍不住扬起唇角 君默染真的算是一个好男人了 不花心 又顾驾 本以为他做了皇帝之后会很忙 可是他 好像每天都很早就回来 陪他和孩子了 有时候实在宫多 会拿回童心殿来做 花四鸾和花青城看到 认真带着三个孩子的君默染 也是有些感慨 不得不说热耳 真的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人 这个人不仅是个好皇帝 也是一个好夫君 更是一个好父亲 帝玄陵他是一个好皇帝 可是却不是一个好的夫君 花青城也看了眼宫与皇 他若是能有二姐夫一半 他也心满意足了 见花青城看他 宫与皇立刻表忠心 亲儿 以后咱家的闺女都我带 银子也我挣 你什么都不用做 花青城眼角抽抽 什么闺女 二姐可说了 他怀的是儿子 君默染听到声音 看了过来 小韩星看到花扰月 也立刻高兴地 朝他扑了过来 哎呦 娘的小宝贝 没等小韩星扑过来 花扰月便直接将他捞到怀里 亲了亲 看着他亲儿子 君默染顿时又酸了 就没见他 对他这么热情过 酒楼弄好了 君默染看着花扰月问道 没等花扰月说话 宫与皇便道 海鲜酒楼生意特别好 二姐简直是个生意奇才 嫁给你简直是屈才了 君默染也不生气 看着花扰月的 眼里满是宠溺和骄傲 南宴国库 每年有一半的银子 都是扰儿给贡献的 确实是屈才了 花扰月问言顿时瞬他一眼 老夫老妻了 还说这些 其他人却是再次被喂了狗粮 撑得都快不行了 我说 你俩能不能顾忌顾忌别人 我反正是有了亲儿了 不过这还有其他单身的呢 公语皇这话说的不可谓不骄傲 某个其他没对象的人 顿时一头黑线地瞪了眼公语皇 这个不要脸的 为了不在这里吃狗粮 我还是回去吧 君白生可不想再留下吃狗粮了 直接告辞走人了 可花四鸾也倾咳一声道 累了一天了 我回去歇会儿 花四鸾怀着双胎 今天忙了一天也确实累了 花扰月见花四鸾有些乏累 周梅道 大姐 我给你探个卖吧 花青陈文言立刻看向花四鸾 是啊大姐 今天是太累了 让二姐给你探个卖吧 也好放心些 嗯 花四鸾也担心孩子有事 便坐到了石桌边 花扰月抱着小韩星 坐到花四鸾旁边 给他探卖 花扰月探了很长时间 原本大家都还不紧张 可是看他一直不说话 大家都跟着紧张起来 二姐 大姐没什么事吧 好办上 也等不到花扰月说话 花青陈忍不住 紧张地问道 花扰月抬眸看了花青陈一眼 孩子没事 不过大姐的华麦多了一条 这次我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了 三条华麦 大姐怀的应该是三胎 花青陈文言顿时便欣喜起来 三胎啊 大姐你好厉害啊 花四鸾也摸了摸肚子 高兴道 然而 这次没有隐藏的卖相了吧 就只有三个吧 花扰月扬眉 我刚才探查了很久 应该是 就只有三个胎星 是三胎没错 之前他感受到的 那条隐藏卖相 这次也显现出来了 应该是三胎 花四鸾松了口气 其实三胎就够了 三个孩子对他来说 已经很多了 花青陈也觉得 三胎其实已经多了 不过既然怀了 二姐一定有办法 让大姐平安生产的 想到什么 花青陈 又看着花扰月问道 大姐的第三胎 是女宝还是男宝 是女宝 三个都是女宝 刚才他也是探查了很久 对于这个结果 他还是很确定的 哇 大姐你真的太幸福了 花青陈 简直羡慕得不行 花四鸾也很高兴 其实不管是男宝 还是女宝 他都喜欢 都很高兴 别说花青陈了 宫羽皇听到花四 鸾怀三胎的时候 还没怎么羡慕 可是听到 他怀了三个女娃娃的时候 顿时羡慕得恨不得 把帝玄陵的家伙拉过来揍一顿 看了眼花青 陈威龙的肚子 宫羽皇立刻看向花扰月 二姐 我们家亲而怀的 也是女宝吧 等于等于等于第745章 宫羽皇的脑回路 等于等于等于花扰月 诧异地看向花青陈 你上次没跟他说吗 宫羽皇文言立刻看向花青陈 你上次就知道了 那我们的是男宝 还是女宝 可恩花青 陈青壳一声 看着宫羽皇道 你是喜欢女儿是吧 那当然了 宫羽皇文言立刻期待地 看着花青陈 所以是女儿是吧 花青陈眨眨眼 如果是儿子 你打算怎么做 宫羽皇瞬间呆滞了下 半上突然捏拳道 如果是儿子 我就把帝玄陵拉过来揍一顿 所有人瞬间都呆滞地看着宫羽皇 弄不清楚他的脑回路 花青陈哭笑不得地 撑了宫羽皇一眼 你疯了吧 这是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要你拉人家来揍一顿 宫羽皇叔弟瞪眼 气脑道 怎么没关系 他一胎生三个也就罢了 还一下得了三个闺女 这多让人羡慕极度恨啊 最可恨的是他还不珍惜 你说气不气人宫羽皇的话 还没说完 就被花青陈推了一下 花四鸾却是冲他们笑了笑 我没事 只是有些乏了 先回屋休息一下 花四鸾说着便起身 回房间去了 花四鸾一走 花青陈便瞪宫羽皇 以后不许在大姐面前胡说 我哪有看着花青陈凶悍的眼神 宫羽皇到嘴的话 顿时便憋了回去 甘笑道 我错了 下次一定不提提玄灵娜王八蛋了 等他来了 我肯定替你们好好揍他一顿 宫羽皇说着又扶着花青陈 小心翼翼道 你累不累 你也忙了一天了 咱们也回去歇会 我扶你 宫羽皇伴揽着花青陈就回了房间 见花青陈好像比之前习惯宫羽皇了 君墨染和花扰月都笑起来 是不是很累 我们也回屋 君墨染一手抱着小灵雪 一手推着推车 将两个孩子带进了屋 花扰月接过宫女手里的小寒星 也跟着进了屋 君墨染将小灵雪和小木瑶 一起放到小瑶床上 又转身将花扰月怀里的小寒星 放到小瑶床上 这才回身抱住了花扰月 今天辛苦你带三个孩子了 花扰月捧着她的俊脸 奖励得轻了轻 不够 君墨染扣上她的脑袋 没等她明白什么 便俯身擒住她的唇绊 自己索取奖励了 两人热情拥吻 小瑶床上的三个小娃娃 都扒在床檐偷看着 三人不经意地对视一眼 都有些尴尬地躺了回去 小灵雪躺在小哥哥和小未婚夫中间 已经无比确定 她旁边的这两个家伙 肯定跟她一样 都不是什么小屁孩 不过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身份 又来自哪里 她这对到底是什么神仙爹娘 这生的到底都是什么牛鬼蛇神 越吻越勤动 君墨染直接将花扰月抱坐到怀里 手也不规矩起来 花扰月被她吻得晕晕乎乎的 整个人也没了力气 不过好在还有一丝理智 面红耳赤地捂住她的唇 朝小瑶床上指了指 三个孩子都在呢 怎么能做这种事 君墨染看了眼三个小瑶床 秦古倩瞬间消散了一半 秦可道 先沐浴 花扰月觉得自己身上 都是海鲜的味道 便起身出去 让宫女们给打了热水进来 花扰月去沐浴之后 君墨染又偷摸 给地玄灵传了一封信 接着又把三个孩子抱了出去 等花扰月沐浴出来 便见小瑶床上的三个孩子 都不见了 没等她回头 君墨染便从背后抱住了她 你把孩子送去给百灵和灵兰了 花扰月转过身 无奈地问道 君墨染将她往怀里揽了揽 目光灼灼地看着她 他们不在了 现在你只属于我 她的话瞬间便让花扰月有些感触 好像自从孩子出生后 他们就没有了单独的空间 就好像没有了自我一般 他们也似乎有太久 没有享受过那种自意妄为的感觉了 花扰月想着 便伸手勾住她的脖子 点起脚尖 吻上她的喉结 君墨染 呼吸瞬间便乱了 喉结不受控制地涌动着 看着她 脚下灵动的眸子 再也忍不住打横 抱着她便往里间去了 一夜的疯狂 造作是两个孩子出生后 两人最完美 最疯狂的一次 这样的疯狂造成的 最直接的后果 就是花扰月 睡了个昏天暗地 连君墨染什么时候 去上朝的都不知道 等她醒来的时候 身边早就没人了 花扰月起身出去 便见灵兰和百灵 已经带着三个孩子在玩了 小姐 您醒了 灵兰连忙让宫女们 给花扰月打了水 又伺候她梳洗更衣 花扰月用了早点 便给小木瑶和小灵雪喂了奶 突然想到一件事 花扰月看着灵兰问道 上次跟你说的事情 怎么样了 你跟她提了吗 还是要我帮你 灵兰文言顿时脸色一红 连忙道 您别花扰月 哭笑不得地看着她 那你自己倒是提啊 你再不提 我可就给你指昏了呀 到时候是不是厘清 可不一定了 真是皇帝不急 急死太监 这都多少天了 她也完全不着急 灵兰脸色更红了 羞涩地看着花扰月 奴婢知道了 花扰月笑了 那行 我得你的准信啊 若是你俩也成了 那我就给你和百灵 一起赐婚 到时候你们四个 一起成亲 灵兰瞬间从头红到了脚 心里却是紧张得不行 她可以吗 黎清大人会喜欢她吗 跟灵兰提过之后 花扰月便给灵兰放了两天假 让她约灵清出去玩玩 有些话也能说一说 灵兰还真给灵清传了信 约她去了天鹅湖 一日一早 灵兰便出了宫 坐着马车去了天鹅湖 灵兰刚到天鹅湖 便看到了 站在湖边的黎清 唇角止不住地扬起一抹笑容 连忙上前 黎清大人 黎清转身 看着灵兰那张羞涩又俏丽的脸 冷漠的眸子里 划过一抹柔光 黎清大人也是坐马车来的吗 灵兰没看到灵清的马车 有些奇怪道 黎清眼眸轻晃 没跟她说自己是 跟着她的马车飞来了 直到 走走吧 好 灵兰俏丽微红地印了 黎清走在前面 灵兰落后她半步 尽管黎清已经将脚步放得很慢了 可她就是没有走到她身边来 黎清似乎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突然便转身 看向灵兰 你是不是有事找我 等于等于等于第746章 我们澄清吧 等于等于等于灵兰 没想到她会突然转身 正愣之后 瞬间便紧张起来 我黎清目光 深深地看着她 灵兰紧张地捏了捏一脚 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 看着黎清道 小姐要替我赐婚了 黎清见眉协调 突然凑近灵兰 所以呢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她突然地凑近 瞬间让灵兰更加紧张起来 她下意识地退步 却望了他们正在湖边 脚下一滑 灵兰整个人 瞬间便往后倒去 黎清眸光一领 长臂一盏 便将灵兰捞到怀里 带着她 在湖面上轻点了两下 便飞到了岸边的一艘小船上 灵兰呆呆地看着黎清 久久没法回神 那小船船夫 听到动静 连忙跑出来 看到相拥的两人 立刻笑道 两位客官 可是要去游湖啊 灵兰终于回过神来 立刻轻轻推开黎清 红着脸低下了头 黎清什么话也没说 直接给那船夫抛了个银钉 船夫收到银子 立刻大喜 两位客官做好了 小的这就给你们划船去 船夫立刻便到船头划船 将船尾的位置让给他们 船突然变动了 灵兰猛地被晃了下 差点又往湖里栽去 黎清立刻伸手牵住她 温热地大掌握上她的时候 灵兰的心立刻砰砰乱跳起来 她抬起眸子看着黎清 掌心的热度像是给了她勇气 你喜欢我吗 灵兰一顺不顺地盯着她 她紧张地心都快要飞出来了 但是她不敢眨眼 就好像自己眨了眼 那属于她的幸福就会飞走一样 听到她的问题 黎清唇角瞬间仰起逾越的弧度 她垂手便吻上她的唇 灵兰再次惊呆了 她愣愣地看着眼前那张 近在咫尺的俊脸 心都好像停跳了一般 直到她撬开她的牙关 她才缓缓闭上眼 她的乖巧让她疯狂 大掌扣上她的脑袋 再次加深了这个吻 明明是那样笨拙的吻 却让灵兰一寸寸发软 最后只能软倒在她怀里 黎清发现她的异样 终于不舍地松开她 她将她紧紧抱在怀里 一下下轻抚着她的青丝 灵兰趴在她怀里 好一会儿才终于恢复了些气力 想到刚刚她们做的事情 灵兰终于后知后觉得红了脸 她埋手在她怀里 根本不敢抬眸看她 黎清看着她娇羞的样子 难得地仰起了唇角 亲吻着她的发顶 哑声开口 我会去向皇后提亲的 心又不受控制地乱跳起来 灵兰脸色通红的抬眸 偷看了她一眼 你还没回答我刚刚的问题 黎清轻笑 细写道 还需要再证明一下吗 灵兰红着脸轻垂了她一下 黎清一把抓住灵兰的手 捏在掌心 我喜欢你 所以你呢 看着她期待的眼神 灵兰瞬间从头红到了角 说是说不出口的 不过灵兰突然抬起脑袋 飞快地在她唇上倾着了一下 黎清瞬间便愣住 在她飞快地想要逃离的时候 黎清轻身便擒住她的唇 让她没有任何逃离的机会 又一次疯狂地倾城掠地 灵兰依旧是没有任何的反抗余地 男人就是有这方面的天赋 从刚刚第一次的青涩 到现在竟然这般熟练了 两人游了一天的湖 一直等天黑 两人才上岸 灵兰腿软 被黎清背着上岸 灵兰趴在黎清背上 有点没脸见人了 自己真的是有点丢脸 就只是轻吻而已 她竟然腿软得连路都走不了了 黎清背着她 也一点不觉得累 连马车都不坐了 就镜子背着她往皇宫去 见她不坐马车 灵兰也顾不上羞涩 连忙提醒她 黎清大人黎清或者清 黎清直接打断她 灵兰脸色一红 也不换她 只小声道 马车在那边走错了 不喜欢我背你吗 黎清也不掉头 继续往前走着 没有 灵兰不敢说话了 乖乖又趴回到她背上 看到他们不坐马车 车夫应该知道自己回去的吧 灵兰有些担心的 偷偷往后看了一眼 果然见那马车摇摇地 跟在他们后面 倒是默默松了口气 不过 只看到一辆马车 灵兰又好奇起来 你没坐马车来 那你的马呢 也不管了吗 没有马 黎清简单地回了一句 灵兰又被噎住了 不过却是不敢再问了 好一会儿 灵兰有些趴不住了 我有力气了 你放我下来吧 我自己走 温热的呼吸喷洒 在黎清耳边 瞬间便让她身子僵硬起来 感觉到她身体的变化 灵兰再次趴了回去 黎清僵硬了很久 却是没有将灵兰放下来 背着她继续往前 我们澄清吧 很轻的声音传过来 灵兰瞬间便羞涩地笑起来 好 她的回答同样是那么轻 不过她却是听到了 唇角抑制不住地飞扬起来 又走了两步 黎清终于将她放了下来 却是没等她反应过来 又直接打横抱起了她 纵身便飞了出去 灵兰吓了一跳 立刻搂住了她的脖子 黎清垂眸看着她笑道 你刚刚不是问我怎么来的吗 嗯 灵兰好奇地看着她 就是这么跟着你的马车飞去的 黎清说着 又凑到她耳边小声道 从你出门的那一刻 我就一直跟着你 灵兰文言顿时翘脸通红 不过心里却像是吃了蜜一样甜 黎清像是等不及一般 抱着灵兰以最快的速度 飞回了皇宫 回了童心殿 黎清才将灵兰放下来 却又牵着她要去主屋 灵兰瞬间紧张地拉着她 皇上和小姐可能都睡了 要不明天再说吧 黎清哪里肯明天说 镜子叫去敲门 可是没等她敲门 房门突然就开了 皇上 灵兰看到君默然 立刻就想抽回自己的手 可是黎清捏得太紧 她根本抽不开 是灵兰回来了吗 就在灵兰焦急地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花扰月出来了 不仅是花扰月 那边花四鸾和花青尘 龚宇皇听到动静 也开了门 就连百灵和黎落都过来了 黎落见黎清牵着灵兰 顿时便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什么情况 发生什么事了 黎清居然喜欢灵兰 而她还完全都不知道 灵兰悲催地抽了抽眼角 要不要这么巧 等于等于等于第747章 人手一本小画册 等于等于等于 大家看到黎清和灵兰手牵着手 全都是一脸的八卦 尤其是花扰月 兴奋的眼里满是八卦的心情 黎清 灵兰 你们黎清也没想到 这么多人全出来了 倾壳一声 朝君默然和花扰月跪了下来 皇上 皇后 属下喜欢灵兰 想要娶她为妻 求皇上皇后成全 花扰月立刻激动地 撞了撞君默然 小声道 我就说便宜你了吧 看看我这两个 如花似玉的大宫女 都被你的侍卫 给骗去了 君默然一脸恍然地 看着花扰月 终于明白 她之前说便宜 她是什么意思了 原来是这个意思 这么说 她早就知道 黎清跟灵兰的事了 倒是也不跟她说 黎若听到黎清 说这样的话 忍不住抽了抽眼角 黎清也太闷撒了 只怕早就喜欢灵兰了 竟然能一直憋到现在 可君默然倾壳一声 看着黎清道 你知道的 灵兰是皇后的宫女 正可做不了皇后的主 黎清又看向花扰月 花扰月也装模作样地 倾壳一声 黎兰虽然是本宫的大宫女 不过本宫一直把黎兰 当成本宫的亲妹妹 这婚事自然要她自己中意才好 花扰月看向黎兰 黎兰脸色一红 立刻跪了下来 看着黎清道 小姐 奴婢也喜欢黎清大人 请小姐成全 大家听到黎兰这么说 也全都为她高兴 两情相悦 这世间再也没有 比这个更美好的事了 花扰月也是高兴的不行 既然你们彼此喜欢 那本宫就给你们赐婚 还有黎清和百灵也一起 等本宫给你们挑个吉日 便给你们正式举办婚礼 四人闻言顿时都大喜 黎洛和百灵也跟着跪了下来 四人一起朝花扰月磕了头 多谢皇后娘娘 嗨嗨花扰月轻咳两声 朝他们暗暗比了个手势 别忘了谢皇上 多谢皇上 四人立刻又朝君墨染磕头 君墨染笑了 看着花扰月道 正会给你们准备两份聘礼 到皇后那里下聘 花扰月挑眉 那本宫就替玲兰和百灵 准备两份嫁妆 给皇上陪嫁 大家看着两人 你来我往的样子 都忍不住酸了 他们到底是在吃谁的狗粮啊 司公宇皇率先捂着牙 牙疼 咱们睡觉去 公宇皇懒着花清晨就回去了 花四鸾也摸着肚子道 哎 我们孤家寡人的伤不起 还是睡觉吧 见他们都走了 君墨染也赶人了 行了 都回去歇着吧 明天让青天间给你们选了吉日 一起澄清 谢皇上 四人立刻便硬了 不等他们退下 君墨染也抱着花绕月回去睡了 房门一关 黎落就立刻搂着黎清的脖子 你什么时候喜欢凌兰的 老实交代 凌兰和百灵对视一眼 都无奈地笑起来 一日一早 君墨染上朝之后 花绕月便叫来了青天间 给黎清他们选日期 看在他们都老大不小的份上 花绕月给选了个最近的吉日 就在三日后 见花绕月选了个这么近的日期 青天间就没到 会不会太近了 花绕月不以为然 不会 那两位只怕都等不及了 就按本宫说的 就这个日期 你们下去 好好准备 是 青天间立刻硬了 躬身退了下去 花绕月又叫来了四一局 让他们在三天之内 给黎清和凌兰 还有黎落和百灵感知喜福 又叫来了四善局 让他们精心准备三日后的喜宴 还有四一局 三日后的婚礼 应该会在皇宫举行 这事情还得交给四一局 还有四制局 凌兰和百灵的首饰 花绕月都让他们特别设计 务必在三天之内 做出好看的礼观 整个皇宫瞬间 便喜庆地忙碌起来 所有人都知道 皇后娘娘身边的两个大宫女 要交给皇上身边的亲位了 这谁能不羡慕 所有人看到凌兰和百灵 都会道喜 恭喜凌兰姑娘 恭喜百灵姑娘 两人也都是心情很好 会笑着 朝他们点头 这边黎清和黎落知道 他们三天后 就能澄清 顿时便又把花绕月 感谢了不知道多少遍 皇后娘娘 简直是他们的再生父母啊 这也太了解他们了 这边黎清和黎落火急火燎的 等了三日 终于就要等到成亲的日子了 晚上 司衣局和司制局 送来了凌兰和百灵的礼服 和礼观 两人试穿之后 都没有任何问题 花绕月看着两人都这么美美的 顿时又觉得 便宜黎清离落 那两个小子了 花绕月拿了两个匣子出来 一人给了他们一个 凌兰 百灵 你们两个伺候本宫一场 本宫也没什么能给你们的 简单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嫁妆 也不是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 就是一些房器 地气 以及京都的几间铺面 你们当留个念想 也不枉 你们伺候本宫一场 小姐 皇后娘娘两人 立刻红着眼眶 跪了下来 行了 明天都要成亲了 这么大好的日子 可不许哭啊 花绕月也是 有些舍不得他们 她是真怕他们一哭 她就跟着落泪 连忙将两人扶了起来 对了 我还有东西要给你们 花绕月说着 倾壳一声 东张西望了一下 像做贼一样 从怀里 掏出两个小画册 然后一人 给他们塞了一本 两人拿着那小画册 顿时便修得翘脸通红 他们虽然没看过这个 不过都知道成亲的时候 需要看小画册 可两人这么一脸红 花绕月也不好意思了 时间差不多了 你们早点睡 明天可是很累呢 多谢皇后娘娘 两人立刻抱着匣子 和那一本小画册 躬身退了出去 与此同时的君莫然 在给了黎青 黎落一人一份厚重的私产之后 也给两人塞了小画册 可你们两个 今晚研究研究 免得明晚手忙脚乱的 君莫然说完 没有多说第二句 就回去了 倒是害得黎青 和黎落两个一夜未眠 研究的鼻血横流 为什么明天才能成亲 等于等于等于第748章 附近天下人 也不负娘子 等于等于等于一日一早 花绕月便早早起了床 替灵蓝和百灵张罗成亲的事了 君莫然也特意给大臣们放了一天假 特意没有上朝 留下给黎青黎落主持婚礼 喜婆给灵蓝和百灵开了脸 花绕月便亲自上场 给两人上庄 两人都是受宠落惊 不过却都拗不过她 只能由着她 替他们上了庄 给两人上完庄 花绕月再次叹了一声 哎 果然是太便宜他们了 灵蓝和百灵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也都忍不住看吃了眼 皇后娘娘的手艺太好了 百灵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都有些不敢认了 灵蓝也是摸了摸自己的脸 小姐的手太巧了 花绕月撑了他们一眼 你们这是夸你们自己呢 两人顿时脸红起来 花绕月拿过理官就要给他们戴上 两人立刻又开始诚惶诚恐了 小姐 我们自己来 皇后娘娘 您可千万使不得 有什么使不得的 你们伺候本宫那么多次 本宫给你们带一回理官怎么了 花绕月倒是不觉得这有什么要紧的 你们就当本宫是你们的长辈 长辈给你们带理官总是可以的吧 两人见花绕月对他们这么好 顿时便红了眼圈 多谢皇后娘娘 两人立刻一起屈膝 半蹲到花绕月面前 花绕月一一给他们带好了理官 留苏华夏 那美丽的容貌若隐若现 瞬间更加动人了 花绕月扶起两人不舍道 如果不是离青离落 那两个小子还算不错 这么美的姑娘 本宫还真舍不得嫁给他们 两人文言立刻便羞涩起来 紫苏撩莲进屋禀报道 皇后娘娘 急事到了 离青大人和离落大人来接亲了 急事到了 出去吧 花绕月给两人盖上喜帕 一手牵着一个 亲自带着两人出去了 离青和离落已经在外面等了 见花绕月领着玲兰和百玲出来 两人立刻上前行礼 参见皇后娘娘 花绕月抬眸看了眼 站在他们后面的君莫然 行了 看在皇上的份上 本宫今日就不为难你们 花绕月说着 将两根红绸交给他们 你们知道的 本宫一直带玲兰和百玲亲人一样 今日本宫正式将他们交给你们 你们以后可不能欺负他们 若是他们以后受了什么委屈 本宫可不会看皇上的面子 放过你们啊 离青和离落 看了眼灵蓝和百玲 郑重地接过红绸 皇后娘娘放心 属下们一定向皇上学习 就算附近天下人 也不负娘子 旁边围观的人 全都苦笑不得 皇上这点本事 可全被他的属下给学去了 君莫然憨憨的冲花绕月 挤了几眼 朕交得怎么样 还不错 花绕月可不管别人满不满意 反正他是极满意的 皇上 皇后娘娘 差不多到时辰行礼了 袁伯上前道 君莫然点头 看着离青离落道 那就行礼吧 君莫然直接牵着花绕月去了正厅 虽然今天是离青和离落的喜宴 不过除了简墨北和君白生 他们并没有多请其他的五百官 就只有同心殿这些人而已 所以这拜堂也就安排在了 同心殿的正厅 君莫然牵着花绕月坐到了笼椅上 花四鸾 花卿尘 龚羽黄 君白生 简墨北他们也全都到场之后 袁伯便唱和一声 及时道 请新人入场 离青牵着灵蓝 离落牵着百灵 两对新人一起入场 四人走到玉街之后 袁伯又是一声唱和 及时道 新人行礼 一拜天地 三生有缘 天赐良缘 四人一起朝外面拜了三拜 二拜地后 月老牵线 喜结连连 四人转身 朝君默染和花绕月跪下 恭恭敬敬地 磕了三个头 夫妻对拜 比翼齐飞 白头偕老 四人起身 面对面一起拜了 李承 送入洞房 袁伯的声音 都有些激动了 洞房 洞房 龚羽黄更是闹得最欢 离青直接打横 抱起灵蓝 就开溜了 离落有样学样 抱起百灵 就跟着跑了 闹洞房去 简墨北对于这两个家伙 不声不响地就澄清 可是很有意见呢 穿夺着君白生 和龚羽黄 一起去闹洞房了 三人先是去了 离青那里 却是直接被离青 挡在了外面 简墨北看着离青笑道 这闹洞房 再正常不过了 你这不让我们进去 看看新娘子 过分了呀 离青今天心情好 脸上带着笑道 简大人 您可别忘了 您还没成亲了 以后您成亲的时候 可是要请不少人吧 您以后 是想让我帮您挡呢 还是跟他们一起闹您 您自己选 不得不说 离青太会说了 这一句话 直接就戳到 简墨北心砍了 还真是这么回事 他还没成亲呢 他以后成亲 肯定得亲很多人 这么多的人闹洞房 他可不一定能扛得住 简墨北看了眼离青 那咱们 可就说好了呀 等我成亲的时候 你小子得帮我 一定 离青立刻答应 离青说完 又看向龚宇皇 龚宇皇多聪明 哪里不明白他的意思 我也不闹你 你以后 也得帮我 自然 这么轻松搞定两个 离青顿时便笑起来 剩下一个君白生 自然也就闹不成洞房了 离落在隔壁 离青解决了问题 还不忘给他们 指了明路 那我们就去离落那里玩玩 简墨北 也是识趣的很 带着龚宇皇和君白生就走了 人一走 离青便关上了房门 屋里 凌兰垂着脑袋 不敢抬眸 离青拿起喜秤 撩开了凌兰的喜帕 看到金色流苏下 若隐若现的脸 离青的心 瞬间漏跳了一拍 放下喜秤 离青撩开她的流苏 看着她美丽的容颜 离青的眸色瞬间变身了 你很美 凌兰脸色更红了 抬眸看了离青一眼 从怀里拿出一个铜心结 还记得这根红绳吗 离青看了眼 她手里的红绳 想到了那天的赏花宴 等于等于等于第749章 洞房花竹等于等于等于 见她不说话 凌兰以为她不记得了 微微有些怅然 就是我们在桃花灵 一起牵的那根 我们都没拿 不过 我后来又回去 捡了这根绳子 做成了这个铜心结 她到底是 没能设下这根绳子 哪怕她知道自己配不上她 你捡的不是我们的绳子 离青倒是一点也不怕打击她 嗯 凌兰瞬间呆了下 这我没到 可我就是从我们离开的地方捡的呀 肯定是我们的红绳 除了他们谁还会把绳子留在那里 肯定是他们的 真的不是 离青十分肯定 凌兰瞬间便委屈了 生气地捏着那铜心结 那不是就丢了好了 凌兰赌气地就要丢了 却被离青捏住了手 你凌兰气呼呼地看着她 离青不明白她为什么生气 不过看她像炸毛狮子一样 只觉得可爱极了 俯身就去吻她 凌兰没想到她还生着气呢 她就来吻她 顿时便不想理她的别过脑袋 可是这家伙直接扣住她的脑袋 还撬开她的牙关 凌兰原本还生着气 可是渐渐却被她的热情感染 没一会儿便沉醉其中了 离青吻得不过瘾 还直接将她抱到了怀里 两人亲密接触 离青彻底肆无忌惮了 感觉怀里的人喘不上一点气 离青才终于不舍地松开了她 给她换气的时间 凌兰趴在她怀里 像支腻了水的鱼儿 再也好不了了 离青也平复了一会儿 才从怀里摸出一个 有点丑丑的童心结 凌兰看到她掌心的童心结 顿时便有些惊讶 抬眸问她 你怎么也有一个 离青看着她 你的那个不是我们的红绳 见她又说这个 凌兰又委屈地撅起了小嘴 离青轻笑着在她唇上轻着了下 才道 因为我的才是 凌兰文言瞬间惊呆了 愣愣地看着她掌心的童心结 你也回去捡绳子了 离青挑眉 没捡 是我没丢 凌兰再次呆住了 好半嗓才回过神来 震惊地看向离青 你当时把红绳带走了 嗯 离青点头 拿着自己丑丑的童心结苦笑 我去卖红绳的铺子偷学的 不过做得有点丑 凌兰看着那只丑丑的童心结 突然好感动 她既然没有丢下那根红绳 那跑去学了童心结 偷学? 凌兰似乎是想到了某人 趴在房梁上编童心结的画面 忍不住又笑起来 这个傻瓜 凌兰接过她的童心结仔细看了看 越看越喜欢 她一点也不丑 很好看 离青笑了 你喜欢就好 凌兰又看了看自己的 那我的怎么办 她一直以为这红绳是他们的红绳 所以才编成童心结的 离青拿了她的童心结 将自己丑丑的童心结系在一起 这样不就行了 好是好不过凌兰还是皱眉 可我的不是我们的红绳 意义不一样 这都不知道是谁和谁的红绳呢 这样绑在一起好吗 离青想了想 啊 或许这也是我们的红绳 嗯? 凌兰又疑惑地看她 这又是什么意思 离青想到什么 俊连忍不住红了一下 看着她表情古怪 凌兰更加好奇了 到底是什么意思 离青低着头 不太想说 凌兰立刻撒娇地晃着她 告诉我 我想知道她这个可是跟小姐学的 小姐只要用这招 皇上就什么都妥协了 离青被她晃得骨头都酥了 一下倒在床上 连带着也把她给带到了床上 凌兰趴在离青身上 呆呆地看着她越来越幽深的毛子 意识到什么 凌兰立刻想要爬起来 可是却被离青给一把抱住 离青一个翻身便将她压到了身下 她目光灼灼地望着她 终于说了答案 因为绳子是我抢来的 我把我的绳子给了那个人 抢了她的绳子跟你一起 你捡的绳子可能是她丢下的 那是我的绳子 所以也是我们的 凌兰再次呆住了 她完全没想到 她会为她做这样的事情 突然胸腔一出无限的欢喜和感动 她搂上她的脖子 满心期待地望着她 那你是很早就喜欢我了 很早很早离青目光灼灼地看着她 俯身便封住了她的唇绊 红烛摇曳 红杖垂下 两人的喜福被抛出来 过了很久很久 那红杖里传来 凌兰叙续断断的问话声 那你是 什么 时候 喜欢 我的某个认真的人根本没时间答 什么时候 那胶软的声音发出致命攻击 某人终于蹦出两个自宫里 同时也封住了她的唇 不让她再有时间想乱七八糟的事 得到了答应的凌兰 终于满意了 她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时候 因为她也是那个时候 喜欢她的黎青这边 正闹腾 黎落这边 却是不一样的闹腾 黎落也不知道 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简直是猝不及防 大佬们求放过啊 今天可是我的大喜之日 你们就不能行行好 放过我吗 黎落心急如焚 迫不及待 可是这就几个家伙实在难缠 而且各个大佬 他能怎么办 就是大喜之日 才要闹洞房啊 公寓皇理所当然道 简墨北也不甘示弱 我们的要求也不过分 给我们看看新娘子 就放过你了 黎落甘笑 小声道 没什么好看的 你们之前都见过 简墨北梗着脖子道 以前的跟今天的能有用吗 公寓皇也是一脸细血 一样为什么不让我们看 黎落一头黑线 不能就是不能 他都还没看呢 凭什么给他们看 这样吧 我们带个酒来 你把这一坛酒干了 我们就不看新娘子了 君白生 直接拎了一坛子酒过来 黎落看着那么一坛 跟酒缸一样的酒坛 苦笑道 几位大佬 是诚心不让我动房吧 这一坛酒干完了 他还能带别的吗 那就喝一壶 一壶能喝了吧 君白生像变戏法一样 又变出一壶酒 黎落一看壶不大 直接就硬了 行 我喝 黎落拎起酒壶干了一口 却是书弟瞪圆了眼睛 这是要酒啊 表妹特别为男人研制的仙灵酒 正适合你喝 你懂得君白生说完 还给黎落抛了个媚眼 黎落冷汗都出来了 他这么年轻力壮的 还喝这种酒 他是怕他的小娇妻 受不了啊 不过 看看那一大坛酒 又看了眼手里的小酒壶 黎落还是闭着眼睛喝了 等于等于等于第750章 都去蜜月旅行了 只苦了解墨杯等于等于等于 喝了一壶仙灵酒 黎落才终于把他们给打发走了 关了门 摇摇晃晃地走到床边 也还不忘用洗衬挑了洗帕 看着金色流苏下 百灵那张白细的精致小脸 黎落猛地咽了口口水 坐到床边 撩开遮住他容貌的流苏 目光热切地看着他 累吗 百灵晃了晃脑袋 那理官被晃得叮当作响 黎落立刻小心翼翼地 替他摘了理官 百灵瞬间觉得轻松不少 又看他脸色通红 担心道 你喝了很多酒吗 一点点 黎落说着又去桌上拿了和清酒 你也喝一点 黎落给了百灵一杯 两人手挽着手 喝了交杯酒 嗨嗨百灵没喝过酒 虽然和清酒不太练 不过百灵还是被枪到了 没事吧 黎落连忙帮他拍了拍背 有点辣 百灵吐了土舌头 那小表情瞬间把黎落可爱到了 黎落像抱孩子一样 将他抱到怀里 感慨道 我们终于成亲了 我终于娶到你了 他们这一路 太不容易了 百灵窝在他怀里 轻轻抱着他 这一刻 他像是拥有了全世界 我很高兴 能遇到你 也庆幸 能嫁给你 他不敢相信 如果他的生命里没有他 他或许早就被人给糟蹋了 也早就不在了 黎落似乎也想到了 他差点被森战强占的事 立刻拥紧了他 以后我都会在你身边 永远保护你 百灵甜蜜地笑了 伸手抱住他的脖子 主动送上红唇 黎落想要克制自己的 可是他根本克制不了 尤其是在那一壶仙灵酒的作用下 红烛摇曳 一世以你 童心殿 主屋 君默然处理完公务回来的时候 便看到小寒星 小灵雪 小木窑 整整齐齐地 躺在属于他和饶的大床上 花扰月侧躺着 逗着三个孩子 见他回来 才抬眸 看他一眼 君默然走过去 亲了亲他 又亲了亲小灵雪 怎么把他们都抱过来了 花扰月趁了君默然一眼 这家伙 总是这么厚此薄彼 这不是灵蓝和百灵都成亲了吗 这新婚燕耳的 孩子以后肯定不能送过去了 君默然不以为意的扬眉 所以呢 童心殿不是进了新的公寓吗 花扰月撅嘴 毕竟是新人 这怎么能放心把孩子交给他们 这几个人也才没来几天 他可不放心把孩子交给他们 君默然顿时一头黑线 既然这样 那还招那么多人进来做什么 然而 你该学着信任他们 如果你一直不给他们机会 他们怎么能有机会做好 最重要的是 一直把孩子带在身边 他的幸福怎么办 花扰月想了想 觉得也对 看着君默然道 那就再等两天 灵觉前几日刚取了雪回去 估计就这两天要回来了 嗯 君默然点头硬了 两日的话 他就暂且忍忍 君默然看了眼三个 占据了他位置的孩子道 还是把他们放到小摇床上睡吧 免得我压到他们 花扰月有些舍不得他们 要不今天你就睡小摊吧 我陪他们睡 君默然瞬间黑脸了 这是什么时候长得歪风邪气 小摊太小 我睡不下 君默然哪里肯睡小摊 花扰月往小摊看了一眼 没有啊 挺大的呀 他们外面的小摊 可比一般人家的大床还要大呢 睡两三个人都够睡了 怎么会小 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君默然眼巴巴地看着他 一副受了很大委屈的样子 花扰月猛地咽了口口水 干笑道 没有 你想多了 那就把他们抱到小摇床上睡 君默然一手一个 直接抱起两个孩子 就将他们挪到小摇床上 很快 三个孩子又回到了属于他们的小摇床 君默然也如意地回站了自己的地盘 搂着花扰月睡了 一日一早 黎青和黎落变带着灵蓝和百灵来敬茶了 花扰月特意等君默染下潮回来 才让他们敬了茶 皇上 皇后娘娘请喝茶 乖了 两队新人一一敬茶 君默然和花扰月一一给了红包 从今天还是给你们放一个月的婚假 你们可以带你们的媳妇出去玩玩 君默然看着黎青黎落苦笑道 这假期还是皇后给你们申请的呢 说着君默然都忍不住酸起来 他成亲也就歇了三日 这两个家伙倒能歇一个月 两人大喜立刻给君默然和花扰月磕头 多谢皇上 多谢皇后娘娘 起来吧 花扰月看着他们笑道 出去玩吧 说不定等你们回来的时候 你们都能有孩子了 四人闻言对视一眼 玲蓝和百玲都羞涩地笑了起来 黎青和黎落带着玲蓝和百玲出去 游山玩水去了 花扰月倒是有些羡慕 君默然看出她的心思 将她揽到怀里 等孩子们大一些 咱们也出去 你想去哪里 我都陪你 好 花扰月笑着硬了 其实她只是有些羡慕而已 没有非要出去玩 其实有她陪着 还有孩子们在身边 她在哪里都一样 黎青作为御林军统领 请了假 君默然便让简默北进攻 暂提了黎青的位置 倒是简默北尾去得不行 我说 你们给黎青黎落次了婚 也就算了 连他们的工作 你们都丢给我 你们怎么也不想想我 还没成亲呢 谁让你自己不争气 君默然嫌弃地看着她 连离青那木头 都找到媳妇了 她自己找不到那怪谁啊 简默北瞬间气得不行 谁说我不争气了 我简默北想说什么 可想到什么 到底没往下说 花绕月眸子顿时亮起来 立刻巴巴地凑了过去 你什么 你也有喜欢的对象了 那姑娘是谁啊 我们认不认识 她简默北看看花绕月 又看看君默然 不知道能不能说 简默北说话说一半 花绕月都要急死了 到底是谁啊 你还想不想 我们给你赐婚了 花绕月忙活了一上午 终于做了两桌海鲜大餐 哇 这味道也太香了 花青沉闻着这香味 感觉自己都快醉了 公玉皇也是盯着那一盘大凹蟹 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岂止是味道